那时候木兰人集完去了 找到了玛丽亚和垃圾 集拿躺在马巢中的婴儿 他们看见以后 就把天使给他们所说有关这小孩的事 全扬开了 凡听见的人都敬认牧羊人向他们所说的事 玛丽亚却把这一切事 莫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想 牧羊人回去 为了他们所听见和看见的一切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一样 就光荣赞美天主 满了八天孩子应受歌曲 于是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是他将于母胎前 由天使所起的 从什么时候 感谢观看